最夯的3D电影满足人类观看的欲望 原来古典艺术中的透视法是3D动画的十足 各位非持终艺术网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周的持终艺术报 随着科技的一日千里 它所能带给艺术的呈现方式 也更加的多元 而这其中最受普罗大众所欢迎的 莫过于就是3D立体的动画电影了 在每一个结束工作繁忙的时刻 在电影院里戴着又黑又粗的立体偏光眼镜 看着由电脑程式所计算出来的超真实场景 享受着身力起劲的快感 已经成为时下年轻人最夯的活动之一 请问你们有看过哪一部3D电影 我只看过阿凡达耶 那你喜欢3D电影吗 还蛮喜欢的 为什么会喜欢3D电影呢 因为就觉得很特别 东西都会靠近我 好像可以抓得到的感觉 阿凡达跟魔镜梦游 那你喜欢3D电影吗 还不错 比较立体 身力其境的感觉 阿凡达还好耶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因为没有感觉 3D武力对决 阿凡达还不错 还可以啊 因为还蛮真实的 就是新潮 就是新的东西 就比较不一样 无论是飞向宇宙浩瀚无垠的巴斯光棉 或是绿色沼泽怪兽史瑞克 玩具总动员与史瑞克系列动画电影 风风光光的连续出了好多戏集 由电脑制作的3D立体动画 几乎抢勾了整个动画市场 为什么大家这么喜爱3D动画呢 因为立体动画其实满足了人类部分窥视的欲望 女性电影学者罗拉莫威 研究过电影的制作方式 其实满足了大部分男性的窥视欲望 人类习惯以3D 我想这是一个进程 班牙明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就是科技会训练的使我们的感官 越来越接受复杂度的系统 过去从平面到立体 然后到中间的过渡期 这些会慢慢的训练我们人的视觉感官 可能是因为当我们满足到某一种需求的时候 我们会要求自己的视觉又再提升 假设以用摄影或者电影的美学来看 对于景深的要求度是越来越高 景深啊空间 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场所一个地方的存在 它是透过空气的氛围 或者是明暗的阴影 或者是物体的大小 或上下的高低 或者是它的材质 比较符合人的感官 就是当我们近看的时候它清楚 远看的时候自然模糊 那我想在视觉的体验上 在技术上越来越能满足这个需求 我们习惯的坊间 大家可能会去拍写真集啊拍摄影 但拍的时候 总是会要求那个空间的美感有层次 我想这个层次就会影响到我们人对3D视觉的感受 就阿凡达我想感官的技术 然后去模拟复杂的眼睛的构造的时候 我从空间的脉络来讲好了 早期我把空间分成所谓从1D开始到2D到2.5D到3D到4D 那我想在空间地图的那一本书的作者有提到 我们的空间事实上有11度空间 可是我们没办法感知 对于电影 我想它是一个好的媒材 它提供了4度空间 就是我们所习以为常的4度空间是时间 而在技术上我想导演他的视觉的效能非常好的时候 他激荡出了另外一种视觉的感官 尤其他在做三度那个立体视觉的时候 完全符合人的视觉感官经验 因为他的景深的深度的立体感的穿透性 达到了我们所谓空间的穿透性跟透明度 因为人对于这种的需求的感官 我觉得是内在的 当它能够被激发出来 它看得见的时候 它自然而然它就会去提升 所以这也是所谓 为什么我们的电玩游戏 或者是所谓动漫画的游戏 它会越做得越精致 然后包含电影也是一样 从视觉心理学层面上来看 在所谓的它的科技的技术上 也是所谓的学术界感兴趣的 就好像假使我就用正大的例子来看 我们传播学院跟数位内容 说是学程有跟地震系来去合作 去做所谓的虚拟的校园 从它的平面图开始 我们去如何去塑造它的3D的精致膜 跟它的精准度 甚至我们用航测的系统来去制作它 将来我们人一样可以去行走 那我们现在在做的是 如何去突破它 让它的技术能够更符合我们的视觉感官 然后也能够符合过去的沉浸感 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的画家们 为了让观者忘记画框的存在 会真实描绘他们所看到的世界 他们又透视法作画 来打造3D的立体视觉空间 由于人类的视觉 只能看到高度与宽度 过去的人还不知道 如何表达看不到的深度 因此只能以2D的方式在墙上作画 拜祭和学家与哲学家的贡献 人们开始理解对角线消失的原理 16世纪开始 许多画家并以透视法的原理 来呈现立体的空间画作 透视法是从文艺复兴开始 但中世纪的时候 他们是把所谓的透视法 他们那时候还没有称叫透视法这个名词 但是他们事实上 他们在用壁画的时候 就在表达一个空间感 但是因为他们是所谓的 我们所定义的宗教空间 所以他们早期是对神的崇拜 对于他们信仰的前程 所以他们的空间感是往上的 是向上的力量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们所有的壁画 他所谓放置的点都会比较偏高 甚至我们可以在屋顶上往上看 为什么 因为人在信仰前程的时候 当他仰望着天带来的希望的那种美感 跟那种空间是非常触动人心的 到文艺复兴 人已经越来越从2D要转3D的时候 我讲一个故事 就是在佛罗伦斯好了 有一个建筑师 Philippo Brunensky 他曾经为了建造了佛罗伦斯的圆顶 他最后是用木材的模型 来去实际建造一个屋顶的样貌 让人走进去去感受那个空间感 最后那个屋顶可以成功 然后建造 其实就像我们现在的所谓的3D电影 有沉浸式的空间 我想他当时在文艺复兴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在做这件事了 从这个立体图来说 我们可以看得到的空间感 是具有消失点的 比如说在我们的那个 达文西的那个最后的晚餐里面 完全把透视感的那个氛围 表达的非常零零一静置 因为他就用单点的透视 去表达消失的那个点 然后他隐约的隐藏在他的画中 就好像我刚才提的那个 Brunensky他这个建筑师 他当初是他把它画在镜子上面 去反射建筑的那个概念 然后去创造了一个所谓的 所谓的透视法 也因为他有开始有科学的去形塑它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 最好像是这个模型好了 我们不单是需要看到一个视觉影像的 平面的构造 我们甚至会想要去看它实体的构造 甚至它的缩影 现在又多了一个立体书 同样的是红毛层 我们就可以看得见说 在我们的书中 真的去看了平面 跟去感受3D的氛围 事实上效果是不一样的 因为有这样的 也许是一个缘由 也许是一个因素 这个空间的因子深埋在每个人的脑海中 在高雄的地景艺术 我想不一样的是 它是改变了我们透视的原则 所以我们必须站在某一个角度 才能宏观地去看它全貌 然后当你近看的时候 它产生了视觉的变化 它有别于我们过去的视觉经验 所以它创造了一种空间的想象力 都可以看得到说 在3D的创作上 它不只是只有电影 在平面中它一样能够去模拟人的视觉 但是它用更复杂 更细腻的 更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媒材去塑造了这个空间 地景艺术家的海底龙宫 是否让你感觉好像要掉下去了呢 透视法的运用 带给了我们观看世界的全新方式 教会了人类去追寻看不到的深度 除了在艺术上带给创作家更多的可能之外 同时在哲学的方面也让人类有了更多的省思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 同样是利用透视法去呈现的3D立体动画电影 因为可以带给观众更多主动性的观看乐趣 所以才能这么深深的吸引普罗大众 今天的始终一周报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会